这今儿又到饭点了 本来呀 这顿饭应该是到地方在吃的 但是呢 今天早上走到辽宁葫芦岛段啊 就开始堵车了 这看着这天也没有雾啊 但是呢 也堵车了 堵的老远了 这堵到9点来中了 快10点了 还没开呢 我一瞧这到饭点了 咱就在这吃饭吧 这冰箱里啊 还有昨天剩的红烧肉 太多了 我没炖了 今天拿出来 再放点豆角啊 咱给它炖上 这豆角啊 还说在深圳买的呢 也不知道啊 好不好吃 好不好烂 这肉和豆角冻锅了 这多炖一会儿 炖的差不多了 咱家给它盖个背 司机说了 你今天这又整省事的了哈 那你看堵车嘛 咱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走 这啥玩意做得快咱就做啥呗 一边做饭呢 这是一般往外撒嘛呀 可千万别动弄车呀 要把这点饭做熟了 咱再走 这好赖的 算是做熟了 这熟了呀 我俩就开饭了 赶紧吃啊 要不一会儿走了又吃不上了 我来陪你一起日落日处 虽然那是一条寒长的路 我会对你全心的付出 一起度过人生旅途 我来陪你一起早早暮暮 不怕未来的路有多苦 我会好好的去把你克服 爱比你渴望的鲜 这今儿又到饭点了 这车绿冲拉凉 本来鞋子今天这饭呢 是没时间吃的 整点啥呀 最后一口得了 这不今天上午啊 不到十点 这货主给我们打电话了 问我们到哪儿了 司机说呀 我俩到湖南了 货主说 那大约得啥时候能到呢 司机说 预计啊 是明天下午能进市场 这货主一听啊 拉倒吧 别着急了 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 你后天上午啊 之前到就行 这听货主这么一说呀 司机也可乐不呛 说啊 你赶紧给我和点面 给我捞两张糖饼 这家伙的啊 都命令性里的 我这赶紧呢 就和了点面 这面呢 也醒差不多了 抢了到服务区了 咱也就停车做饭了 我这饼呢 也好烙 他自己吃 烙个三张四张就够了 这不前两天我拌的一个咸菜 很多姐们的私心问我是咋办的 这今天呢 我又拌了点 在这呢 跟大家说一下 把这胡萝卜和黄瓜呀 切成条 用盐呢 杀它个两三个小时 杀好了之后啊 用水给它淘一下 然后把那水炖干 炖的越干越好 放上点蒜 放上点炸好的辣椒油 再来点盐 味精 蚝油 海天酱油 一半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这个咸菜呀 放在世界越长了就越好吃 行了 这饭好了 我俩就开饭了 吃完饭呢 我们继续出发 这今儿又到饭点了 这我每天早上起来呀 第一件事就是研究中午吃啥 这每天做饭呢 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做饭呢 我是不愁 主要是每天呢 都得掂量点做啥 为了能让我家司机每天吃饱吃好啊 我也是吊着样子给他做 今天呢 还像往常一样 早上起来呀 先分分冰行 一看呢 还有一块五花肉 喝点排骨 今儿个呀 就用着五花肉做个红烧肉吧 这肉啊 还是我从家处理的时候买的呢 这我从家处理的时候 这猪肉 羊肉 鸡肉 买了不到300块钱的 这都处理快半个月了 每顿呢 都有幼吃 这还没吃完呢 这自己在车上做饭呢 是真省钱的 而且呢 健康又未省 这个别的人呢 也别再问我在车上做饭 有没有油烟啥的这个无聊的问题了啊 我个人觉得呀 我们干货车这个行业的 只要吃着顺口 吃着健康 这油烟啥的呀 那都是小事 特别是现在这个行情啊 省钱才是硬道理的 你们说我说的对吗 不说了 这饭好了 我俩就开饭了 说明生活就是能够有看 一半真剧 一半是暗漫 一半是风雨 一半是晴天 一半是清醒 一半是晴晴 了 三十二一很 三十三 终于昨天之中 正黑猫 直到哈哈哈 三十二就是